哥们 你说什么 星期明天把那家店给你砸了 不在这开店他头发你砸吗 敢不敢玩点这 那你带一个起开家来吃饭吗 你可以 他为什么不可以 你可能穿的比他光线亮丽 但你在我这 狗屁不是 还有你 这里不欢迎你了 带你给我滚 哥 饺子酥酥没你的 慢慢吃 不够还有 我今天马上走得跟人家店砸了 喂龙哥 挨揍了 我给你发个味道吧你马上过来 好 也是马上走 大鹅 大鹅 有这家老板欺负我 等一下啊 欺负我弟弟 哦 我给你做什么 来来来 谁是老板 谁是老板呢 这么牛 我弟弟给他吃饭 让人家欺负了 啊 我是老板 怎么了 哟 是不是前天啊 听说 我弟弟给人家吃饭 让你欺负了 没听说顾客就是上帝吗 顾客就是上帝 这句话不讲 但是你弟弟这种人 不被称作为上帝 因为他们有的 种种弱势权 今天我来的 一 是和弟弟逃说吗 二 我来这几份饺子 吃饺子呢 我随时都欢迎 但是没有其他事 请你们离开 我们店容不下你这准大负 你这个小店呀 吃饺子也没多钱 这么来 我这呢 有二百块钱 给我来几盆饺子 剩一只 不用饺子 看了什么看 赶紧把钱钱去呢 去给我做饺子 老弟实在不好 这事都因我而起 顾客就上帝 你还得给他们煮饺是吧 没事老哥 这事不用你管 我告诉你 你要想吃饺子 你就好好吃 要不好吃 我让你吃不了兜子 这事都 你那么笑 我那样啊 我是被笑到呀 来 兄弟们 坐下吃饺子 没事 老哥 我这坐着呢 必须吃饺子 好了 行啊老弟 行啊老弟 有钱赌 快坐 老马 过来一下 怎么了 有事儿吗 你什么是不是不想大了 来来来 你过来看看来 这什么玩意儿呢 啊 但不好意思 我重新给你做一份 等会儿 重新做一份 你什么知道 我之前有国保会吗 那你想怎么办 老板 这不关事 我看他们这 就做了什么东西 你什么算是大了 啊 啊 你个臭乞丐 你什么玩意儿呢 我乞丐 我乞丐也有语言 不相信 你什么一个臭乞丐 有什么语言 啊 我希望你不要 我希望你不要跟我这儿耍无赖 往那儿看 我这儿有监控 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说不定你这二十二个钱 做这饭 你做我请了 如果你在再有店里有事儿 我马上报名 怎么了 我堂堂一个天宇集团的总经理 钱都花不去吗 天宇集团总经理 我吃大力 咋的呀 除了我是天宇集团的总经理 怕了 我怕了 看 事情经理过就是这样 行吧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我说你这个店是不是不想办了 啊 心里还 喂 什么 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连做人都不会 都别不说事 马上你瞧不起个人 就是你得罪不起个人 我什么不管你找谁 今天谁来都不好使 知道吧 爸呀 哎董事长您哪来了呢 这点小事怎么还要去警告您呢 我弟弟小不懂事 别跟我弟弟一样的情况 什么 老板 照顾他是谁 他是我兄弟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一会儿去财务 那他总是 全买不得罪 对了 这种人 你也不拿 哎 走着拿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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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忙着呢 哎 房东卖啊 别人花了五万块钱把这里盘进来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走 谁呀 我 老板 我用五倍的价钱把这盘给他 合适吗 合适的证 非常合适 是你 不离这个价格都盘下来 你想住吗 给你夹一夹 我出不起哪里的价钱 你什么呀 你还没问我出进的价格 多少 一盘感恩的叫着 我哪里的价格都盖了 找到这个价格 你什么时候 我这都要是 如果是大价格好